各位企业点好 欢迎收看DK的象棋长姐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旁 精妙对长局 这一旁结局 两个月前在象棋会有群 意经发表之后 评论区就炸开了锅 有众多高手一致认为 此局红方在双军双炮的局面下 压根就守不住黑方五个足 只能等着败 那到底是有何猫腻呢 今天我们来一探究竟 其实这一旁棋局 红方的最高境界 却能够走成一旁合棋 但是反倒赢不了而已 为什么这么讲 首先来讲 因为局面是左右对称 所以上来红方即便 动哪一边的局跟炮都一样 那一上来我们先看一下 如果红方即便选择退高局 走一步等招怎么样 看黑方有没有伤对吧 如果这么走 黑方就平足一将 红方只能平算 黑方拱里足走成斜系商足 拱里足平里足都有杀棋 这么一走红方就直接上了将 因为现在狙炮完全没有施展的余地 你平狙照头将 黑方就平降吃炮 因为有一个局势低头居 导致红方无法形成双拘措 也守不住黑方的这一步 平底足是杀棋 所以一旦这么走 红方肯定要办 那既然黑方走斜线商足 威胁非常大 有些球会认为 红方即便能不能选择退居吃高足 或者退炮打足呢 首先来讲 我们先看一下 红方退炮打足的变化 如果一旦这么走 其实道理也一样 黑方平足一将 红方只能平算 还是走斜系商足 那这一步骑一走下来 红方这手又该合取而从 红方先虽有双拘 却无法形成双拘措 这里红方这一边 比较完成的走法 就是平中炮一将 用狙守住底线照杀的这个点 而对黑方来说 这手被叫着炮将 老叫又不能动 被双狙所困 所以黑方会直接拱足来吃红炮 先不及照样是拱底足 或平底足来杀其 红方这手双狙压根没有威胁 别有选择 只能退狙吃底足 但黑方这手趁此机会 借助中路算命的优势 平足一将 逼红方平率之后 拱足将 红方一败 所以相当于此局一开局 红方这一边 退炮吃足也不行 那有些企团会认为 那我直接退狙吃足 不就行了 建议走 黑方这一边呢 意味着问题对 好像这一步棋呢 挺不错的 但实质不然 一旦红方这边退居吃足的话 黑方这边虽然无法形成斜线伤主的作杀 当时呢 黑方呢 还是有妙手来牵制 这一步棋呢 就是巧妙低足来将 把帅呢 引到思路 紧接着呢 到了这一步棋 很多球呢 都会犯一个错误 就是感觉 好像一方不就可以拱底足 平足过来 围剿了吗 但是呢 一旦黑一方这么走的话 反倒要败 为什么这么讲呢 表面上看 好像红方这边呢 守不住黑一方的这一步 平底足的杀起 但红方这里有一部弃居僵的妙手 逼着一方走位 先对黑一方来说 这时候如果选择上将吃红居的话 红方刚好可以退底炮 吃竹来防守 而一旦这么走 黑一方仅有三高足而已 完全呢 就没有坐下了余地 如果呢 你平足过来抓红居 红方只要抬居就行了 待会呢 平居站中来一将 灭掉黑一方的三个高足 可以说是一族防征 反正呢 你现在哪个足 谁露头敲水 压根呢 没有防晒的余地 铁定要败 那有些千伟认为 黑一方如果拱底足来抓红炮呢 红方呢 又会做应对 红方这时候呢 千万不能大意 这里呢 红方有一部妙招来解围 面对一般的拱底足杀起 红方有一部平中炮的一个巧手 一旦这么走 你会发现 如果你拱足吃炮将 红方呢 直接选择平刷吃足 你两个足呢 压根就没有力度 那如果不这么走 选择拱底足来抓红炮呢 也好异 红方浸泮吃足 刚好守住了平底足照杀的这个点 一旦这么走 黑一方也要输起 所以现在红方浸泮平鞠将之后 黑一方上将吃鞠 恰恰是个败招 那如果平降吃炮 也没用呀 红方浸泮平鞠吃足 就是双鞠错的机会 黑一方呢 血挡不住 必败 所以这也是黑一方不敢拱底足的原因 我们回到一开局的旁边 红方浸泮用鞠退鞠 吃高足 黑一方平足一将 红方平老算 刚才已经认识过了 黑一方不能拱底足 来作杀 红方有弃鞠将 仿杀的机会 但黑一方这里呢 还是由妙手来解围 这里黑一方会平高足 挡住红方的居面 接一来呢 红方呢 就再也防不胜防 为什么这么讲呢 先对红方来说 这里呢 如果退居吃高足的话 黑一方刚好有借江助攻的机会 拱足一将 红方就得上帅 平足将 红方必败 那如果红方这边呢 不退居吃高足 选择禁居 吃掉这个勒道足呢 也好意义 黑一方又是借江助攻 来个穿堂葫芦的杀法 红方这边呢 也是在街南逃 所以一方这边呢 眼看黑一方 选择平高足的时候 挡住了红居 感觉呢 红方吃足 都是败招 那现在黑一方呢 又借江助攻的杀起 红方呢 唯有最顽强的一步棋 就是呢 平居 来挡降面了 但是呢 一旦这么走 也好意义 因为呢 现在黑一方呢 这手趁此机会 直接呢 平足吃红居就行 下一步棋呢 照样要拱底足杀起 而对红方来说 这手呢 如果不查 随便抬个高居的话 也起不到任何作用 因为一方拱底足一将 红方这手 如果选择上帅 平中足将必败 你如果平算吃足呢 也好意义 黑一方仍然顾及从事 借帅足攻 利用三组联动 又可以呢 构成杀起的机会 所以呢 此局呢 到了这一步棋 当黑一方平足吃掉红居之后 红方既然不能呢 退高居 来防守 那这时候有些轻人会认为 我退底炮 吃足总行了吧 这一步棋一走下来 黑一方呢 会合去而重 黑一方这时候 趁此机会 直接呢 平底足过来 下一步棋呢 照样 拱底足 来照江闷杀 一旦这么走 红方呢 就再也揽不住了 因为现在红方这个局 完全没有施展的余地 双炮呢 也无从发挥 你抬高居呢 也徒劳无功 因为一方即便呢 借江助攻 又是呢 拱底足来杀起 红方率上不来 只能呢 选择平率吃足 黑一方借江助攻 拱足江 你凭左边的帅 黑方拱底足江 借江助攻 就是陈亚军的杀法 你凭另外一边的帅呢 也好意义 黑方拱底足江 红方呢 也是在简单逃 所以呢 相当于一开局 红方即便想从雷道 用鞠或炮来吃足的话 压根呢 都行不通 那这样呢 红方走等招也不行 用鞠炮吃足也不行 有些球呢 又想出了另外一个办法 就是平鞠江怎么样 把一方老家引出来之后 站住中路的雷道 我退鞠吃掉高足呢 这一步棋呢 中心了吧 也好意义 因为一旦这么走 黑方即便呢 就拱底足一将 红方只能拼刷吃足 照样借江助攻 创造恶鬼派门的杀奇 红方呢 也只能等着败 那这一边呢 相当于 好像一开局 红方即便不管怎么走都输 那问题是出在哪里呢 一上来 红方即便呢 要有一个大胆的思路 就是红方要不要 掉这两个炮了 只要呢 弃掉这两个炮之后 双鞠呢 就可以得以倒腾 为什么这么讲呢 接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红方是主要对异 首先第一步棋 红方平鞠江 黑方呢 只能平降吃炮 利用霸王鞠的优势 破识黑方呢 平降吃掉 红方双炮之后 再次调整双鞠的位置 维持不完 那现在红方这时候呢 接下来又该怎么走呢 这时候红方呢 现在退居吃高足也没用 因为一方还是接将助攻 气底足的作杀机会 红方只能平算吃足 拱底足将来杀齐 所以红方即便呢 相当于双鞠 是要各自守住 勒到的 所以把老将呢 引离下去之后 红方呢 也只能呢 再次居家 把老将呢 给引下去 紧接着呢 平居一家 这样一来前面九所不同 黑方先呢 一平降占中 那么这时候呢 对红方来讲 双鞠已经调整到位了 但是红方现在 能不能选择退居 吃黑方的足呢 如果一旦这么走 红方又要败北 因为一方这里呢 可以平底足一将 把红方的帅 引出来之后 紧接着呢 巧妙平高足 挡住红方的高居 现在不及呢 拱高足是沙奇 借降助攻 拱底足也是沙奇 红方呢 就十分无奈 因为现在呢 你会发现 如果退居吃高足 黑方拱底足一将 红方必败 那你这一边呢 如果选择 平居吃底足呢 也没有意义 黑方照样 借降助攻 拱底足来沙奇 红方呢 再接难逃 那这里红方这一边呢 我有一步即可走 就是弃居将了 如果一方平降 我有双居错 但人家可以直接平足 打掉红方的高居 现在对红方来讲 要么平居点将破掉中阻 或者直接退居吃高阻 两种一堆方式 如果这时候红方这一边 选择直接退居吃高阻的话 那一方这手就趁此机会 又是平高阻来围剿了 而红方先当居滑将没用 因为呢 如果选择平居将 黑方就出老将 你再次选择退居吃足 压根也没啥力度压 别介义方的是一部拱足沙奇 就算红方用一个居 换了双足 肯定要输起 那如果直接退居吃足呢 也会希望 黑方借降助攻 拱底足将 红方直接被困闭 惨败 那么现在红方这边 眼看黑方平高阻的时候 红方不能退居吃高阻 那也只能照头一将 破掉呢 中路这个阻了 但一旦这么走 也无机事 黑方呢 就平降开来 红方尽管可以退居吃掉中路的阻 感觉黑方伤足 压根呢 就没啥威胁呀 不过这时候黑方呢 有上将 等招可走 红方呢 却没有等招可行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现在红方即便如果选择抬高阻的话 黑方族又拱下来了 待会呢 用双足换掉红方当局 形成当主擒王的机会 红方必败 那红方这边呢 如果随意平居走贤旗呢 怎么样 黑方呢 又为何去的重 黑方这时候呢 就直接出老将了 现在不起拱中主将 接江主公也有杀旗 所以红方迫不得已 也只能平居一家 但老将呢 就导致到思路 一旦这么走 红方这时候会发现 现在呢 这一边 台高居也好异议 因为一方照样 拱中主下来围剿 先不起拱中主将杀旗 红方呢 没有选择 还是只能造头江 逼你平家之后 退居来吃竹 黑方又是拱中主 形成绝杀的机会 必败 那有些些会认为 红方这边干嘛要抬居呢 我平居总行了吧 如果红方这边平居 黑方呢 又会怎么走 黑方这时候呢 到了这一步棋 会直接拱底竹下来 现在你会发现 先不平居杀旗 红方居也够不到江 无法破掉花心族 别有选择 只能退居吃底竹 那一方呢 一拱高竹 先不拱竹绝杀 这一招 红方呢 就彻底担不住了 必败 那这也是呢 一开局 红方即便双居 调整到位之后 黑方这里呢 眼看红方退居吃高竹的变化 一旦这么走 红方双居只要吃足 通通都是败招 那这里红方 有没有解位的办法呢 这里红方呢 唯一的出路 只能呢 直接走霸王居 利用双居来杀齐 逼这一方走位 那一方这里呢 面对红方的连江山 这手呢 也只能采取进攻了 所以别有选择 只能平足一江 逼着红方 平帅之后 紧接着 赶紧拱足江 把红方的居 给引力回来 那红方这时候 就退居吃足 黑方平足吃居 红方呢 就上帅吃足 在当前局面下 黑方现在有三个族 挑战红方的当居 到底是 谁胜谁负呢 这时候一方继续 估计从事 拱高足下来围剿 那红方这时候 又开始应对 红方现在呢 千万不能大意 比如说 抬个高椅什么的 一旦这么走的话 人家又是 借江助攻的机会 拱中足江 来个穿堂葫芦的沙发 红方呢 又是反不胜反 所以相当一方 即便拱高足之后 红方来不及 动局走先骑 唯有呢 下帅 这一步骑可走 那一下帅 即便就说不同 对黑方来讲 你这个高足却拱不下来了 因为我一旦退居吃高足 你仅剩两个报废低足 肯定要败 所以黑方这时候十分无奈 只能平底足 来摸其旁 当你平底足 红方 再次抬高居 我也是不忘 先对黑方来讲 黑方虽有三足 却不敢随便乱走 因为如果平高足的话 我照头点一将 破掉黑方的花心足 黑方直接上了加币吧 而你这一边呢 如果拱高足下来呢 我照头一将 又可以破掉中足了 中毒一丢 今生双足 还是呢 反不胜反 所以红方呢 一旦抬高居 黑方无奈 只能动降走险起 那红方呢 就平居将 B一发平降之后 G只要在中路 走险就行了 而一发即便 虽有三足 却不敢进攻 也只能呢 动老将 或者呢 平底足摸其旁 双方这手 就只能互为牵制 握手言和